健康一身轻 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就像根钉子 长情而低调 是不是只是它的伪装 钉子钉到头了吗 真是一点点往下 一身的志气全虚啊 拔这根钉子 咱得一步一步来 就比较费劲了 这两个里边 有一个确实是太熟了 肺 脾 肾 肾 三十 钉子怎么拔呢 就加五肾的药 本栏目由百草益寿中药坊 冠名播出 十一道严密工序 实现同一个理念 二百家精品中药房 打造同一种感受 一百五十位资深做糖衣 兑现同一个承诺 一千个健康管理师 不忘同一个初心 好中医 好中药 就选百草益寿 入秋就开始咳嗽了 一咳嗽是咳嗽 三十未月 年龄都这样 我都习惯了 感觉今年时间也短不了 这些朋友遭遇的 来了就不爱走的咳嗽 还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低调 说实在里 咳嗽倒没有那么厉害 算也不到 时不时突然就 来那个劲儿想咳嗽两下 检查也没啥大事 十好十坏 就是难差 遭遇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有朋友就合计了 吃点止咳药行不行啊 止咳嗽感觉就没啥用 你看刚才又来一下 效果一点又有点差钱也异 好中两天又难压了 要天天吃差点劲儿 您可能会说了 这种咳嗽虽然长情 吃止咳药也没用 但好在它低调并不是太严重 那不管它行不行啊 我明确告诉您啊 不行 因为这种咳嗽呢 它就像啥呢 嘿 就像它一样 没错 就是这个钉子哈 还挺长的 那为啥这种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就像一根长钉子 那您就别问我了 赶快去演摩室 问问大伙的好朋友 中医古代夫吧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 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一兽 百草一兽中奥房 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一身轻 今天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西一结合学院院长 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大家好 今天的女主持是夏雪 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您可以关注我们 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为啥像一根长钉子呢 是啊 咱说这咋还整出钉子来了呢 钉子越钉越深 从表入理 长情而低调 是不是只是她的伪装 咳嗽 刚开始是很表浅的 时间长钉到里边去了 不一定伤着谁 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 有一些其他的影响 这影响一大了 时间长了 其他的丈夫的功能不好了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什么样的咳是长情的呢 就是大概是一个月不好 还是一周不好呢 过了一个月以后 甚至于两三个月了 这就是属于一种长期咳嗽了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 不就是个咳嗽吗 就是咳嗽能咋的又不是很重 对不对 长情又咋的呀 我们事前征集了 这个符合条件的20位 被这种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困扰的朋友 咱们请郭老师 跟大家伙好好来聊一聊 从这些朋友的症状来入手 感受来入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这种长情低调的咳嗽 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 怎么一步步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好不好 好 那郭老师最先问这些朋友点什么呢 问一下 这些朋友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身体疲倦困伐 老了这个爱泪的这些表现 在我们找的这个20位朋友当中呢 有15位还真有您说的这样的烦恼 您看还有一位 他说的特别的传神 他说啊 自己吧 就是累的连话都不想说 你看他的网名叫啥 叫气弱油丝 他还说都感觉自己都没有力气去咳了 所以就像咱们节目开头 那个小片里的那个人说的一样 他说咳呢 声音也不是很大 还挺低的 像我们节目互动群里有位叫做田园的朋友 还指出来了说 他自己也是这种咳 平时呢 觉得累 少气 懒言 他觉得这个少气懒言不就是这个气虚吗 咳嗽首先伤肺 肺气不利的一个表现 时间一长了 那么呢 就是容易好伤肺气 因为你总咳嗽嘛 不自觉地把这个肺气是往外咳的 所以说肺气会虚的 节目一开始 一些朋友都说自己一到秋天的时候遭遇了这样的咳嗽 有的是症状加重了 有的出现情况了 对呀 那是不是这秋季跟这个情况很匹配啊 大家想想 秋天 上秋了 有啥特点呢 这气候啊 我感觉这挺简单的 秋灶呗 那对 秋天是灶气当令 灶气一上来 灶有温灶有凉灶 刚开始是温灶 后边的话呢 越来越凉了 就是凉灶 不管是温灶凉灶都容易伤肺 肺气已损伤 最明显的症状表现就是咳嗽 所以说呢 一入秋 呼吸系统疾病 包括咳嗽 病情增多 不过啊 就是我们找的这个20位朋友当中 有五位朋友呢 他还真没觉得 感觉到什么累啊 什么的 那是不是他比较轻 还没到时候呢 伤肺这是必然的 只不过呢 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感觉伤一点肺 有的人感觉很明显 有的人已经伤着肺了 但是他感觉是不明显的 咱们还来捋一下吧 就是这个肺气虚是啥样 如果肺气虚了 喘气费劲 说话 余生低微 呼吸有的时候 轻浅一些 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急促一些 然后呢 这个人呢 由肺虚 会影响到 全身其他的脏腹虚的话呢 身体乏 累 这是整体气虚的一个表现 常情而低调的这种咳嗽 就像钉钉子一样啊 就钉到肺上了 然后肺气虚了 那这个钉子钉到头了吗 只能说是钉着 到这个部分 还没钉到 我提示一下有什么饭量减少啊 不爱吃饭呢 吃完饭完之后肚子胀啊 不容易消化啊 有没有啊 看看 在我们找的这二十位朋友当中 还真有八位朋友 有这样的烦恼 不过这八位朋友呢 是在之前我们说到的十五位 爱累的那些朋友当中产生的 钉子呢 由这个慢慢慢慢慢慢又往下钉了 钉到这了 它还能伤到脾胃吗 为什么说伤脾呢 它怎么就不先伤别的地方呢 那中医认为呢 这叫子病即母 脾为肺之母 孩子有病 影响到上一辈 影响他母性 那么就说呢 肺病容易影响到脾 出现一系列的 以消化功能降低 为主要表现的脾的症状 症状表现 咳嗽久了 然后平常还老爱累 然后不爱吃东西腐胀 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咳嗽 跟肺脾联系到一起了 这种情况就叫肺脾两虚 互动群里啊 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他说这个脾虚了 会不会导致肺脾虚更加严重呢 说的这是在理的 思考了 这位朋友是善意思考的 临床上啊 病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原来是肺脾虚 咳嗽 久着伤脾了 脾虚了 消化功能不好了 消化功能不好了以后 你再去看看第一 他的肺脾更虚 表现的是咳嗽重 咳嗽时间长 第二表现出来 治疗不太容易了 丁子丁到脾肺气虚这一步了 有什么症状 既有肺气虚 又有脾气虚的表现 比如说肺气虚 咳嗽咳嗽生无力 爱乏爱泪 脾气虚嘛 就是消化功能降低了 食少 腐脏 变糖 这一类的都出来了 另外呢 脾虚的人呢 还有一个特点 这人发懒 脾虚的人 肌肉都不发达 伤了肺了 伤了脾了 这是不是该收手了 到这儿呢 还不行 还得往里进呢 如果你要是 没到根儿啊 如果要是治好了 它就不往下 拔钉子呢 咱就往下拔 如果要是没治好 这钉子继续往下去 你看看 就到这儿了 你看 那可是全进去了 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它还会继续这个钉子 它会定到哪儿呢 那您是不是要马上问 二十位朋友 其他问题了 有没有腰脊酸软呢 头晕耳鸣啊 再有液尿多呀 这些表现 二十位朋友 哪几位朋友 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又钉子 又钉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可能电视机前 一些对中医了解的朋友 可能有自己的答案了 好 广告之后 我们回来 然后看看您的答案和判断 是不是跟谷老师的一模一样 就比较费劲了 这两个里边 有一个确实是太熟了 肺 脾肾 三十斤的怎么拔呢 就加五肾的药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经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没有蔗糖 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 简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 喝简醇 君乐宝如也 城大方圆 二十一周年庆 私情盛典 汇聚全程 10月11日至20日 全场最高买一百送七十元 千种商品买一格二 获员专享健康礼 私情放下超时会 健康盛惠 尽在城大方圆 你常常一根烟不拒绝 一包烟无所谓 可是肺部损伤风险 能够增加二十倍 你常常咳嗽 气喘 挺一挺就过去了 可是恰恰错过了 慢足肺的最佳诊疗期 肺健康无小事 澡黄澡脂 莫忽视 关注肺健康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 城大方圆 中药补肺丸 爱肺行动第三季 等你参与 咳痰喘 慢足肺人群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 就有机会领取 中药补肺丸 和健康礼包一份 我是国大药房 孙丹 定期检测肺功能 规律作息 请养护 守护肺健康 我们再行动 关注我们的节目 参与健康一身轻 爱肺常识问答互动 就有机会领取到 中药补肺丸 为您送上的 健康礼包一份 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 今天的问题是 做饭的油烟 影响肺健康吗 A 影响 B 不影响 发送您的答案 A或者B 留言到健康一身轻 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我们会从回答 正确的观众当中 随机抽取5人 送送价值198元的 健康礼包 其中有 养力方黄奇粉一罐 红豆一米茶一盒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及国大药房 成大方圆 共同发起的爱肺行动第三季 中药补肺丸 肺健康 公益型活动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 朋友 正在被咳痰喘 慢阻肺 肺气肿 肺心病 慢性支气管炎 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 400-166-4699 报名 审核后 凭借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和肺部X光片 即可免费领取 中药补肺丸 10天改善量 再得健康礼包一份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心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寿 本栏目由百草益寿 中药独家冠名播出 提醒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健康益身心的 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 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药大学 中西结合学院院长 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 大家好 广告之前咱们提到了 长情而低调的这种咳嗽 先定到了肺 然后又到了皮 一直往下渗入的话 可能出现的症状 大家又超乎想象 又有一些咳嗽 怎么还能跟咽尿频多 耳鸣 腰气酸软 这些症状相联系呢 我猜一下 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朋友 一定会在 他是又有总觉得累 还有就是吃不下饭 还觉得肚子胀 这些朋友当中产生 就两种情况 他都有的朋友 的确 在八位有前两轮症状的朋友当中 有三位 他是有这种腰吸酸软耳鸣 还有液尿多的这种症状的 越定越深 腰吸酸软耳鸣 液尿多 这样的情况 这些症状大姐伙是很熟悉的 这肯定跟肾相关 咳嗽 由肺 及脾 及肾 最后导致了肺脾肾三脏都虚 肾哪儿虚呢 肾气虚 肾的气虚 气分阴阳 那有的人 偏于肾阳虚他怕冷 有的人偏于肾阴虚 他怕热手脚心热 他这还是真是一点点往下的 肺呢是在最上面 脾呢是在中间 肾是在最下面 逐渐的往下走 定的太深了 蟋伤的脏腑比较多了 先上肺后伤脾再上肾 那是肺脾肾三脏都虚 由肺来引起的往脾走了 对吧 又影响到这个肾 这是一窝端嘛 对吧 那其实如果说你要再不去治好他的话 再往下定的话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相互影响 这一家没有一个好的 我们终于讲脾为后天之本 肾为先天之本 你九壳的话 那首先伤的是后天之本 如果要是九壳要是再不好的话 再往下伤 伤到先天之本 那先天之本的肾要虚了的话 那你一身的止气全虚 都说啊 这个陪伴呢是最长颈的告白 不过呢 这个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可是太烦人了 肯定是谁都想摆脱他的这个纠缠 但是怎么办呢 您看啊 这个钉子 它是一点一点钉进去的 那咱们要起钉子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一点一点的往外拔呢 肺气虚治疗呢 相对来说最简单 那么到了脾虚的这一段的时候呢 稍微复杂了一些 到了肾虚这一块 就比较费劲了 咱们可以可简单的来啊 就是毕竟有这样的烦恼 也是最多的嘛 有20位对吧 对 调查的这20位的九颗朋友中15位 这个朋友 他们都是肺气虚造成的 但是谷老师 咱们接着要提供的这个解决办法 是指针对肺气虚啊 还是说肺气和脾气双虚 或者肺气肾气脾气都虚 这样是不适用的 是吗 因为它弱呀 对 我们先可最轻点 肺气虚来 看一看 那好啊 那我们看一下呗 这两个里边啊 有一个确实是太熟了 这不就是五味籽吗 五味籽呢 表面上是深褐色带红色的 这个五味籽五味籽嘛 酸苦甘辛咸 五味具备 但是呢 酸味偏重一些 其实我告诉大家 五味籽啊 真正用药的话呀 你就是这么扔到锅里的话 它出来的真是酸味 我们说中医的这个药啊 果实类的要给它炸碎了才好 你要炸碎了之后 这个五味籽煎煮出来的 五味炸陈都有了 辣味也出来了 酸味甜味苦味都出来了 嗯 五味籽这个药呢 原则上它是个补气药 补哪的气呢 补心肺之气 同时它有一个酸收的作用 补气的同时有一个炼气的作用 它有个收气 大家想一想 总咳嗽 长期的咳嗽 伤废气 你把你的正气都往外 这叫无效的损伤 毫伤废气 要给它收回来 所以说用五味籽 一是补废气 一是收敛废气 五味籽说完了 另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的确是不太熟 那这个呢 是中医的一个 比较著名的一个药 叫太子参 太子参嘛 过去叫孩儿参 互动群里有朋友就问了 他说这个太子参 听起来也是参自备的 那它是不是和什么人参 西洋参 它功效是一样的 是不是都是用来补气的 太子参没有西洋参那么凉 没有人参那么燥 当然了 它补气的作用 也没有人参和西洋参那么大 它的作用呢 比较相对来说小一些 但是它柔和 既不凉也不燥 肺呀 为胶杖不耐寒热 你太燥烈的药 它受不了 所以说呢 用太子参呢 比较柔和 补气的时候呢 力量不是太大 也不燥烈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用太子参 补肺气 最好 太子参和五位子配武 这就针对于肺微胶杖 这个丈夫的特点 基础上的 肺气区 用这两位药配武 那这个应该怎么用呢 这两位药呢 就得是监主 太子参九颗 五位子六颗 因为五位子这个药吧 其他的味道啊 比较多一些 酸甜苦辣鲜 它都有 它不像太子参 太子参的这个味道啊 比较柔和 而五位子这个味道呢 有的人 他不接受这个酸劲 所以说呢 先从六颗开始 一个太子参九颗 五位子六颗 煮水 那么五位子用的时候 最好给它炸一炸 炸碎了 效果更好 煮水半个多小时 然后这是一天的量 喝多长时间呢 这个呢 喝一周到两周 看一看 对于肺气虚的情况 导致咳嗽的 长情而低调的咳嗽啊 我们说了 第一步可能伤到肺了 出现了一些肺气虚的情况 该怎么办 大家知道了 如果说 这跟钉子继续往下钉 出现了一些 这个脾胃相关的 不爱吃东西啊 负账啊 这样的情况了 这是不是这个肺脾双虚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调查的20位朋友当中 有8位朋友 他就是肺脾双虚了 可以在补肺气的太子参 和五位子基础之上 再选一位健脾的药物 补皮的这种挺多的 一般的中医来说 首选是白竹 这个白竹啊 我们知道 其实它分为生白竹和炒白竹 那我们应该用哪一种呢 生白竹 炒白竹 还有焦白竹呢 但是呢 由于这个是有肺脾两虚 我们带着肺 肺为胶胀 不耐寒热 你太照烈的药物不好 所以说这个白竹 如果要是炒过了 焦了以后的话呢 它造性多了 所以说呢 造劲轻一些的 还是生白竹 最好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选一个生白竹 既健脾去尸 也不伤肺 那它不照烈 这么一来的话呢 在原来太子参 九颗五味子 六颗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 九颗的生白竹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三味药 这个太子参 白竹加上五味子 应该怎么用呢 您看刚才说到 这个白竹 它也不能泡水 那咋办呀 有白竹在一起 那就得先泡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然后再煎煮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至少这是一天的量 早一次晚一次吃 针对于肺皮两须 导致的咳嗽 这要吃多长时间 这个呢 也是吃一周到两周 看一看 拔钉子咱们继续啊 你看被这种 长情而低调的咳嗽 祸祸祸的朋友 不在少数 不仅伤了肺 还伤了脾 我们给出了一个方案 伤了肺 伤了脾 又伤了肾了 这个有三位朋友 是这样的 腰气酸软 耳鸣咽尿多 这样的情况 太深了这钉子 怎么能给这钉子 再往来拔一拔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最好最有效的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心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没有蔗糖 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 碱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喝碱唇 君乐宝如也 我叫高永复 今年75岁 可是大家都喜欢叫我小高 我相信梦想和年龄无关 只要不停下脚步 他就没有接触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心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心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和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学院院长 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 拔钉子继续 这种被长情的低调的咳嗽 伤害到肾了 这是属于肺脾肾 三须 钉子怎么拔呢 这时候拔钉子 就比较费劲了 因为它钉得太瘆了 损伤的脏腹比较多了 先伤肺后伤脾再伤肾 那是肺脾肾三脏都须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就加补肾的药 再加点补肾的药 那加什么好呀 要加一个补肾的 而且同时还能够补肺的 还能够止咳平喘的这种药 我想到一味药 就用一味 补骨脂 补骨脂是第一 补肾虚 第二 它能够补脾肺之虚 能够舌肠止蟹 能够带着脾虚 第三 它能够止咳平喘 它能够带着肺虚 所以说这一味药 就能够由肺到脾到肾 肺到脾到肾 太子肾 五味子 生白足 基础之上 中间加一个补股脂 还是那方 所以说呢 这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小方式呢 很简单 一以贯之 那这样做的话呢 大家记起来也方便 效果也会很好的 刚才说是 还是那个方 那个配比用量 都是什么样的 配比用量 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太子肾九颗 五味子六颗 生白足 九颗 不股脂 用九到十二颗 那这个量 可能要大一些 因为你量小的话 补肾的药 量小的话 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劲小 这也得监筑 怎么用啊 用多长时间 至少得两周以上了 因为到了肾虚了 有的时候 时间治疗起来 可能要时间长一些 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 各位观众朋友 您可以关注健康一身轻的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在这两个平台上面呢 还有更多的 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 健康好玩的信息 可以跟您分享 另外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留言的 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 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 本节目特别感谢 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一寿 百草一寿中药房的 大力支持健康一身轻 越来越